战在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制无人机残骸旁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政策控诉 俄军在近期内对乌克兰发动的4500次飞弹攻击 以及超过8000起的空袭 激励乌克兰军民继续坚守家园 近日来俄军大量使用伊朗制无人机 锁定乌克兰重要基础设施发动精准攻击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调查员从被乌军击落的无人机残骸中 发现了部分负责引导驱动机体的零件 竟然来自西方国家 有军武专家推测 伊朗的工程师可能已经有能力 从坠毁的美国及以色列无人机上 筛选并复制零件技术 运用在他们自己的无人机上 据报导称 这些零件与美国供应商有直接关联 目前该公司已经着手调查相关报导 奥地利军事专家莱斯纳 接受德国居宣采访时指出 目前俄军用来打击乌克兰的 伊朗制无人机主要有两种 分别为具有侦察监视 可搭载空对地飞弹功能的前行者6 以及能够精准打击目标的 神风干死队无人机 见证者E36 莱斯纳直言 俄军确实不具空中优势 没有能力驾机在乌克兰领空飞行 但他们现在却能随心所遇攻击目标 莱斯纳认为乌克兰必须升级过去 针对大型飞行物所设计的防空系统 或者仰赖各国支援的 现代系统才能顺利拦截 无人机攻击 记者萧纯云整理报道